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是 有人说不是 他的年龄也60多岁了 有关雾霾的说法跟他有关 PM2.5是他给带进中国的 他带进的中国是因为他来了之后 他弄个小机器 没事在领馆的楼上词就竖起那么个东西 然后在微博上说 今天PM2.5多少 明天PM2.5多少 现在很危险 现在不能出门 他弄一个250 PM2.5 PM2.5 把党给颠覆了 惹得现在大家伙都在讨论 就这个雾霾 会把今天整个中国给毁了 对吧 拍马屁的人 那习近平去吃臭豆腐 拍马屁的人 说习近平同呼吸共患难 这跟你说就没法弄 这就是 这是一个非正常人类的活动中心 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在这片国土上 出生一个人 就是共产党天敌 因为出生一个人 人之初性本善 他带着人性的一面 带着人性的一面 一落生 就是共产党的天敌 所以他永远要管制下去 而管制者一定是邪恶 因为他跟人性是相悖 骆家辉来了 背着个包 上班来了 只要他按照正常每天的生活 他就反了共产党 舆论不就这么说的吗 讨论不就这么说的吗 包括中央电视台那个 会说26个字母的那样的东西 对吧 舔着大脸 他不知廉耻的说 我跟大家说过 鬼有脸吗 谁见过鬼的脸什么样 他自然就没脸 没脸的 鬼在人间的显现 能用廉耻而言吗 不能 那骆家辉临走之前 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 BBC报道这么说的 骆家辉讲 中国需要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 在北京的美国中心 骆家辉对中国学生说 中共领导人不应该为短期维稳 而牺牲公民参与所带来的长期效果 在北京待了几年 还是有点梗 有点农民的味道 不因为短期维稳 而牺牲公民参与带来的长期效果 党的领袖短期维稳 是为了把他们家弄好喽 因为他就这几天干活 是为了把他的儿子 孙子 弄成正经八百的孙子 牺牲公民 公民参与了 他孙子就出事了 公民参与了 他孙子就不能花更多的钱了 所以骆家辉就是农民 对中国的事不太清楚 对吧 我说的那话挺简单 共产党没了 这东西自然就出来了 共产党有 这东西就费了尽了 永远是难缠 他接着说 中国的未来是伟大的 但要实现全部的潜力 取决于一个忠性 和受尊重的司法体制 忠心职守的律师队伍 聪明的领袖 但是最主要 最主要是对法治的敬畏 法治是维护了那当权者 为了短期的稳定 使他生一个正经八百的孙子 而产生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 对法治 他是成了打人的棍子 他的根结是体制 而不是法治独立不独立的问题 对吧 那除此之外呢 罗家辉还呼吁呢 希望中国呢 能够更加平等的 对待外国记者 你记住 外国任何一个记者 只要他想把事情的真相拿出来 他就是成为了党的天敌 所以这都是 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农 我没意思埋太农民啊 这个中国人说农民 就是指他有点短视 看不见根的原因 从那个角度去分析的 去说的 确实是这么个类似的概念了 这是城市户口 跟农村户口的 共产党的户口制度 造成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 这种等级的差距 他会自然的反应 可能朋友会说 石头 你不应该有这种等级去 是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包括北京的一些俏皮画 他都反映出 这个制度给人洗脑之后 带来的自然结果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 就是周永康的故事 我就曾经 我就这么介绍 周永康今天 制的盘子越大 影响的人越多 就代表了过去十年 十五年的邪恶 对吧 曾庆红也好 江泽民也好 无论怎么想给自己划清界限 这个盘子越大 你就越邪恶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香港出现了反格一击 就是曾庆红在利用香港 江泽民在利用香港进行驳杀 那围绕着周永康 一直国内是围绕着他儿子在转 法广有篇报道 这是一个昨天就有的报道 是这么说的 周永康的知子周斌 牵扯到山须旅梁市长丁雪峰买官案 20号 山西省旅梁市召开副厅级以下干部会议 会议宣布免去丁雪峰旅梁市副书记的职位 常委委员 提名免去丁雪峰旅梁市市长的职位 那提名董言为市长候选人 没有透露任何具体的故事 那这种免职呢 后来我们注意到哈 后来这两天被免掉的人没提心的 包括跟着陪着李东升一块免掉了五个官 这五个官里面有四个是省部级官员 但没说没说免完了去哪都不说了 所以给我跟大家分享的概念 就是说两会的时候 这位两会做准备的 两会的时候可能在会议期间就谈到周永康的事情 很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我我个人认为这就无所谓了 反正现在死两个死三个随便死了 现在都哗啦哗啦死了 我只是提醒大家 围绕周永康死的人越多 就证明周永康越邪恶 而周永康的邪恶 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屁股撅起最辉煌的这一段 而这一段 又是活摘器官最昌盛的这一段 在这一段 从2001年02年开始 全国范围内上百个医院在做广告 说我们家换肝你们家换肾 他们家换眼角膜 他们家换胳膊腿 有谁听说 进行器官移植 要用商业广告去吸引买卖 那神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就经历过几年 这几年就是周永康最辉煌的几年 这几年就是江泽民曾庆红垂帘听政的几年 很多人盯在说周永康周围的人都被清剿了 那周永康死定了 周永康是只大老虎 我说支持周永康背后整体的形成了今天的盘子 那是真正的老虎 今天周永康变成了替死鬼 那另外一个紧接着披露出来的消息 指周斌呢 染指京城的公租房 他提到周永康的儿子周斌 庞大的生意王国 他凭借着强大的政府资源 染指了北京城的公租房 我觉得这内容都无所谓了 他主要提到是这个新京报呢 把周冰的名字都给拿出来等等等等 这都是一种收尾的过程了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国家是人家的 人家儿子正正的东西很正常 你现在弄周冰 张三他们家孙子正在弄的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呗 李四他们家的爷正在弄 现在还正在弄的 对不对 你上北京的金融街 你看都是高楼大厦 你问问这房子是谁的 这楼是谁的 所以我曾经埋态过一些朋友说 石潮你别老说国家不好 你回国看看 你看那房子 我就乐 我说那房子里的那厕所 你都不能不允许你上 你跑外面还埋态我说 你看看祖国多强大 对吧 你上上海的外滩 你找个楼上厕所 保安部打折你的腿才见鬼的 你别乐 这是真的 对不对 他盖顶了天 都不是你的 他入了地 更不是你的 然后你在外头死要面子 活受罪 说石潮你怎么不说点好的呀 我说那厕所好 你都不能使 你不缺一样 对吧 网上有另外一篇文章这么说 那这篇报道直接提到了这个昨天习近平去买去尝这个臭豆腐的事 这个南螺骨巷最著名的小吃就是臭豆腐 他讲说习近平要来了 那北京胡同人家连狗都要送走 他就提到了这个习近平在北京市的市委书记和这个市长裴东夏去看了臭豆腐 尝了臭豆腐 走了两个四个院 然后我昨天跟大家讲了 他的真正的目的是想给下面其他官员做出有关拆迁工作的示范 给展示这个概念 他赶上了雾霾 对不对 那你说连狗都得送走 什么都得查了 这个体质就这样 这是很正常 所以没改变过 体质不改变 什么都不可能改变 对吧 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了 当然吃的臭豆腐是谁家臭豆腐 他说是中央电视台指定的 然后有另外一个朋友贴了个贴子 说他们家臭豆腐最正宗 为什么呢 他们叫国角臭豆腐 国角南族臭豆腐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